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古时候抓熟的勇气 上面有下A有下三座的这个符号 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豆的该子 因为豆里面抓的熟 这个高出来的这个符号 是表示里面抓的熟 抓的泡泡满 所以这个上面是一个该子 该在豆上面 这是一个 也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倒下的口 意思就是说掌口吃饭 嘴掌口的是这里面的熟 加法文里面 有的字呢它里面还有几个小碟 这个小碟的意思呢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一个的反列 抓的太满扑出来了 也可以看着这里面的香气四叶都飘出来了 这个碟看你怎么理解 这个是到九门的时候呢 它的下面就改变了 加法文是个底周 把这个底周给了 后来呢就写出了一个G 所以到小砖的水这个底下就写出了一个屁 屁手的屁 只能反缩 成翻的那个反缩子 那那个反缩子到这里面去挖熟尺 所以这个子行呢 从教宝门到小砖 绿树叶叶比较大 到绿树的子 它就底下叶叶一个良好的银 所以这个响心的意味 这个痘啊 这个东西都没有了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字啊 它不同文字的写法 来引试和大家一起分享 加法文里面 有好多不同的写法 一般的构置的符号 就是两套部分 底下张植物的容器 还有一个呢 这个容器上面的一个 三角形的符号 这是两个最主要的部分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呢 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符号 有的时候 这是一个容器的盖子 这是装熟的一个盖子 这是装熟的容器 这是一个写法 还有一个写法呢 它装熟的容器呢 它写的这样的意思 底下这个底色写的这样 上面的部分呢 它写的这样 这个点 是手握一出来了 有的时候是这个里面的香气 写出来了 另外呢 它写的这样一个 写的这样一个 底下装熟的 有个容器呢 写的这样 这个就是表示装的 手握下面 写的这样一个 这就是种写法 还有种写法 这个香气都包到这个上面来了 底下是装熟的容器 这个写的这样子 估计切刻的是一个 刻的上面这个刀 漂移了 形成这样 很多的水它都是直写的 很少有弧线的 可能手上的这个刀 上去的水 形成这样的漂移的现象 在经文里面的写法 周遭早期呢 基本上它是称书架枯文 上面写成这样一个 底下 它把这个底字 它改变了一下子 这个字的意思就改变了 这是燃油的香气 所以这个字一改变以后呢 它这个字的意思呢 就变成一个记 这个不是肥皂的灶啊 肥皂的灶 这是这个字 这是肥皂的灶 这个是记 这刀早期的呀 还有一块鞋 它把这个字呢 写得一黑 上面那个盖子 就是写了一个三个形 写着这样的一个符号 底下装熟的容器 写着这样 写着这样 这个字和这个字 都是这个字 所以到周遭晚期的时候 这个字就是变得更加明显一些 上面写着这样 底下呢 这是周遭晚期的一块写法 到整个时期 也稍微变化了一下子 它上面写着这样 这边 它比较长 这是周遭晚期的写法 所以这个字 基本上变化不是太大 小段就写着 这个字呢 所谓就是变化 小段上面写着这样 底下呢 它写着这样 这下面它写了一个P 这个意思就是吃饭的锁纸 意思就是这个的 这个锁纸 用这个锁纸到这里面去称饭纸 这个是到立竖的时期啊 它就是彻底改变了 它下面就改成一个梁纸 凉好的梁 在那个同步喵背里面 这个字就写成这样一个形体 所以现在我们写的这个 蛇这个字 就是由这个立竖这个地方 引编过来的 一开始呢 把立竖里面的一横 点在那一点 这个一参呢 就改成一个粉了 最开始就是这样的字 这个蛇 最根溯源 那就是从古人 如冒引穴 到虽然装盒 再开始狗肉 放了盒上去烧 再到最后 发明了符 像蛇文一步一步的隐变 才形成了今天我们这样的 影响文化 好 今天我们就把蛇 这个字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谢谢